根据美国压力研究所的研究显示 有八成的大学生经历过频繁的压力 而且高达61%的学生 寻求焦虑、忧郁等心理健康咨询 不过好消息来了 一项由南澳大利亚大学研究人员 发表在期刊上的报告指出 如果能每天吃十两核桃 可以促进大学生的健康 与整体幸福感提升 研究中发现 大学生连续16周 每天吃2盎司的核桃 不仅能改善心理健康 对于血液压力造成的负面影响 也有保护作用 并改善睡眠品质 大家都知道 核桃是对身心健康有益的食物 除了提供对人体有好处的 不饱和脂肪酸 也富含Omega-3α-亚麻酸 这项研究找来了60位年龄 分布在18到35岁之间的大学生参与 结果发现 每天吃核桃 确实有助于大学生 抵抗血液压力带来的心理负面影响 事实上 核桃有独特的生物活性营养素 以及植物性化学成分基质 能增加大脑中 用来制造血清素的色胺酸 减轻焦虑和忧郁的症状 其他研究也曾表明 吃核桃使得美国成年人 罹患忧郁症的几率降低 而且对长者的整体健康 有比较好的影响 人生福报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